明一下 那个上礼拜主要是把那个 那个 单次的筛选啊 就是单次的查询啊 再把它改成所谓的批次了 那理论上当然还是利用聚集录制的方式啊 先产生那个筛选之后 我们需要的程式码 然后再来做一些进阶的修改 那批次里面大概做出来的结果大概 不就是大概就删除然后就新增 新增的话里面当然这里面是空的 然后呢 除了说那可以再把它结合进来 再把那个筛选功能结合进来 而且要结合一个批次的 那如果用要批次的话 记得理论上要不就是你那个 会有连续的连续的那个数字 或者是说你如果 需要有一个批次的动作 大部分还是需要先给个清单 那针对呢 比如说每个业务人员 你可以做一个批次筛选 比如说我要批次筛选业务的话 马上可以把它做出来 这个每个业务人员 他就可以很快的 根据那个我们这边给的清单 然后呢 他就一个一个帮我拔 有没有 你会发现他这个地方 基本上呢 就是 跑一个回圈嘛 for回圈呢 先抓第一个 然后呢 去查完之后呢 在这边产生一样的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把资料查完放到里面贴上而已啊 然后再换下一个 知道摇摇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顺序啊 这个的顺序跟这个顺序是一样的 那做完那个批次筛选业务之后的话 当然就是 批次 产业别啦 产品啦 只要是文字栏位 假如你都希望能够一件可以完成 那个所有筛选动作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不需要重新撰写程式啦 因为呢 这个批次筛选业务啊 其实跟其他的那个 这个其他栏位啊 大概也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一个是你的清单是哪一栏 一个是你要查的 是总表里面的第几栏 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啊 跟 上上礼拜讲过的一样嘛 你要 如果有很多地方都 一样的话 你就要想到你要 能够 写出一个所谓的共用的一个程序 一般就是共用一个shop 那个shop主要呢 就是让你呼叫的 他不能直接自己执行喔 他只能被呼叫 那前面加个call 传递给他两个讯息 一个是你的清单在哪一栏 你要查哪一栏 OK 那这应该有印象 如果你忘了差不多的话 其实在云端上面 我们的那个 云端上面的第六个单元 里面的话就有个程式码 试试码里面的话就是我刚刚讲这些东西啦 其实全部 都包含在这上面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 利用那个所谓的 做一个 共用的程序 所以这边的话我印象中是已经改了 那你用call P字筛选 然后传一个A栏 告诉他说我的清单在A栏 那我要查的是总表的第3栏 OK 然后他这上面的话就是一个P字筛选 的一个共用程序 那共用程序呢 跟一般的程序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这个刮符里面 一般的程序呢后面 这个小刮符里面 其实如果是一般可以直接执行的 程序 Sup程序的话 是没有 带那个一般的参数 那如果说你是共用程序的话呢 那这边可以用 呼叫的方式 当然我们如果做完 P字筛选业务之后的话 那再来P字筛选产业别 那这个 差别的话呢 当然就是我直接点选他 那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利用呼叫 所以我可以传一个清单 他是一个 字串 所以后面我加一个Stream 所以传一个B 告诉他说 我是在清单里面的B栏 那我要查的是总表里面的第4栏 那当然底下都一样 你就可以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可以把 产业别啦 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呢把这个 其他的相关资料呢 把它一次的去 可以把它全部做完 那最后的话呢 上个礼拜最后还有个什么 启动表单吗 这个表单有个下拉清单 但如果未来 你不希望呢 这个 按钮呢 它散乱在 我们的Excel上面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 表单 那其实表单 我是觉得 还蛮重要的 尤其是你的功能越复杂的话 你就 可能你放旁边这样乱乱的 会放越来越多 倒不如利用什么 利用表单 当成是整合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利用那个表单上面 我们有 那些元件嘛 那元件里面最常用的不外乎就是什么 这个是Label 这个是下拉清单 Cumblebox 要不然的话常用一个输入 有没有那个文字栏 文字方块 文字栏位 你可以填资料 最后也许是一个按钮 那当然我们当启动表单的时候 把这个清单加进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选 假设你选产品 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也会呼叫刚刚的共用程序 所以共用程序 写在模组里面 表单 也可以呼叫他 OK然后呢 一般的程序 也可以呼叫他 所以我们就呼叫他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底下这个东西出来了 但是呢这个 上礼拜 我是觉得最 大的特点 就是说呢 这个表单之外 本来以前是写 写完大概就是写到那个 上半部这边而已 OK 下面这个功能是没有的 那这个功能主要就是说呢 假设像那个客户名称呢 他有五十几个 那五十几个如果说你要 跑很久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状态 状态条的话 感觉会让使用者比较知道你到底跑到哪里去 那尤其是 后面今天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比如说从网路上抓资料的时候 那网路上抓资料的时候你一抓 可能一抓可能是几十个上百个上千个网页都有可能 因为网路上的所有的 资料 理论上他只要能放 只要放上去 就抓了下来 不过他有一些比较例外特殊 他因为他放 放的方式 后面还要加一些 传递一些参数才能够带到你要的东西 那当然另当别论 不过如果说一般性的资料 你要把它下载下来 那可能会需要批次的下载的话 那就有可能需要像这个状态条 这个地方的话上礼拜最后是讲到这里 然后要补充一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一个新店的这个 实价登录的相关问题 这里的话其实只有那个函数的解答 这个题目的话呢 理论上是 这个 这边可能要启用一下 那个我们VBA每一次如果你要run的话记得 这边要启用聚集 因为如果你没按启用聚集的话 他没办法执行 那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大概就是几个 几个步骤 去 找到我们要的 这个这个资料里面的清单的话 上礼拜提过了你可以用 按照步骤先断 如果有断的话就是先找断 如果没有断就找路 没有路的话就找接 然后再用切割的方式 把位置切出来 最后呢在用Labs函数呢把需要的东西 切到 这个我们 追览里面 所以最后的结果大概长这样了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除了用函数的方法 所以我们是分阶段 但你也可以一次做完 不过一次做完 难度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分成 五次 最后把结果做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要把VBA 用VBA来做的话 其实同样逻辑也是做得出来 所以这边最后我们 上礼拜最后 是做了一个什么 一键完成 把前面五个步骤 把它变成VBA 所以VBA按下去 结果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 这个范例呢 我是 额外利用那个 其他补充范例 去做补充的 所以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 也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 你想要把上个礼拜的东西练习一下 我是放在其他补充范例里面入门 入门里面的那个 什么 范例那个新店 实际上登录这一题 OK 那这个当然上礼拜的东西也都还在 只是 其实要把这个VBA学好 真的没有 别的诀窍 就是不断练习 找问题考自己 如果一个问题你能够马上可以知道答案 怎么做出来的话 那我相信 你在工作的效率上面绝对会比别人来得快很多 为什么 一个 你工作里面不外乎就是处理一些大量 一些资料 那这个资料怎么样快速的 变成你要看到的结果 中间的话 当然我们是利用 不外乎就是用函数 不外乎就是用VBA 那VBA上礼拜 我是 这个同学 也是临时问的啦 那我是临时写的 所以我临时写出来大概就长这样子 4回圈 那4i等于什么呢 我们的实价登录吗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你会发现了写来写去 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4i等于第二列到他的最下面一列 nane 做什么呢 因为我的逻辑是先找断 如果没有断再找路 没有路的话再找接 再把他的位置抓出来 切出他的字串 放在那个位置里面 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 那我就利用什么 外面先一幅 做逻辑判断这个一幅是先找什么 找断 等于0的叙述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1st的函数呢 假如找不到的话 他会是等于0 如果找到的话呢 所以等于0的话 他会执行这个 就是找不到的逻辑 如果找到的话呢 他会找这个逻辑 OK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找到的话 会输出什么 把断给输出去 OK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再去找什么 找路 这个逻辑什么 如果找不到路的话 就执行什么 去切接了 反之就是把路 切出去 OK 其实 看起来好像不一样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函数的逻辑 跟VBA的逻辑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 其实讲来讲去啦 无论你是用以这个函数来解决问题 或者是用VBA来解决问题 或者未来 即便是用Python 好像很夯 大家就 好像什么 一定要 学Python 才是学大数据分析的感觉 目前这个Python的那个程式语言的 热门程度啊 已经算是所有程式语言已经跨 到top了 OK以前是java 有一段时间是java 可是最近好像一直 这个Python的热门排行榜一直往上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能不能用Python来解 其实可以 只要把语言改一下就可以了 OK 所以其实 归结起来啦 这些都是工具啦 主要是什么 解决问题嘛 OK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部分呢稍微再重点回顾一下 那接下来后面呢我们就要进入 在 可能更上一层楼的 所以 难度相对的 也会越来越高 OK 所以 这个 如何从网络上下载资料 这个也是同学最关心的 那这里的话当然 怎么去从网络上抓资料 其实方法非常多 至少会有三种以上 不过 对各位来说 你至少会用一种 至少在工作上面一定就有帮助了 那其他两种的话就是可能因为其他的例外方式了 那怎么做 比如说抓股市好了 其实你们可以先打开然后先稍微了解一下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的把网路上的资料直接下载到我们的Excel OK网页 的 资料 快速的变成 Excel的资料 要怎么做 最好是一键就马上全部抓下来 那其实这个也是 刚刚讲那个Python 的 专长 其实一般叫网络爬虫 就是讲的是Python 用Python 不过就我的感觉啦 反正能够趴下来管他是什么工具 对不对你说用Python就一定比较厉害吗 有时候其实 这可能要看你实际上应用啦 因为你要把一个另外一个源学到真的能够应用 那个时间是会拉很长的 OK所以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些东西其实要能够除了把它 做 做会之外 还要能够做到熟练 其实是相当花时间的 我是 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 额外再找时间啦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说今天用眼睛看看 看了你就会吗 其实看的是好像会 但是可能你将来遇到类似的状况 你还是做不出来 OK所以尽量啦 除了会之外 恐怕还要在 训练自己熟练度的部分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 上个礼拜的一些重点 稍微做一个 回顾一下 OK 然后尽可能如果以后有一些 类似的 案例 工作里面遇到的话 那尽量用在工作上面 OK 试一下